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有很多的华人华侨在国外 那么如果按地域划分的话 按省划分的话 应该是广东排第一 福建排第二 对对对 如果按照城市来划分的话 那就是福建的全州 是华侨最多的地方 最多的地方 那说到华侨 我们就要先说说 欣宇跟梁洪 你们究竟去过多少个国家 哎呦 就现在 两百零三四个 以国家为单位的 对 国家为单位的 基本都走不变了 这个出乎我们意料的就是 真的不管走到环境 多恶劣的地方 我们真的都能看到中国面孔 对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对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聊的就是 旅行路上的那些桥们 好不好 来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短片 有人说南华寺是对呀 那我们往南华寺附近越走 越有感觉 第一眼看到南华寺的建筑的时候 我们觉得就应该是这儿了 你好 欢迎 我们就是飞越彩虹的那个 张欣宇 梁洪 了解 欢迎你们到南华寺来 谢谢 那我们这边坐一下 好 真是没想到在非洲 有这么大的一间中国寺院 是是 我们这是南半球最大的 这个中国的寺院 南半球 对 中国南半球 又不仅仅是非洲外 对对对 是南半球 是我们刚刚到这儿的时候 就觉得这建筑真好看 对对对 离着大概有还有十多公里 我就看见那个金顶 对 金光灿灿 对对对 对对 那然后是这样 法师我们想 我们想在咱们在咱们的在咱们的在咱们的咱们寺院的伴围之内 是 然后用彩色的气球 是 然后把我掉下来 是是 做一次飞跃 对做一次飞跃 然后我们也想通过这个事呢 今天慢着啦 通过这个事告诉所有人 在南非没有赌 其实人人都是平等的 了解的 我们佛教讲的就是包容啦 那很开心的你们能够来到南华市呢拍这样的一个节目 那有关于场地啦什么如果你们呢有需要在哪里拍呢那你们就就是去看一下然后呢觉得哪个地方适合我们都可以来配合这样子 对 没关系 对 谢谢 然后那个我们可以付场地备 我想你们来就是随缘我们这个不讲钱好不好 我们就是让你们能够在这里很安全的很这个顺利的能够拍摄能够传递呢你们所要传递的一个方向跟目标 我想这个呢也是我们能够做的我们都愿意呢来帮忙好不好 谢谢 我听法是说是缘分带你们来到了南华市 那咱们红法到南非多久了 已经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对 对 已经二十年了 这个地方是南半球最大的华人寺院 我们觉得在这儿飞呢也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佛教是什么 佛教就是宽容 包容 万达拉是什么 万达拉都说他是民族英雄 不对 他是一个最大的宽恕者 所以我说南我也要在南华四飞 正好更加的突出我这次在南非 以这种方式飞行的意义 好 这段短片我们看到了这个他们夫妇去了南非 对啊 那么刚刚是南华四 南华四其实对我们帮助的这些人 咱们说华人咱们已经看到了慧心法师 对 慧心法师的学生嘛 我们全城大概有当时 亥气瓶我记得大概有十吨左右 那全是人力装卸 对 然后全都是这些非洲的佛学院的学生 有肯尼亚的 有罗旺达的 有乌干达的 还有坦桑尼亚的 对 还有金巴布韦的 这些佛学院的学生还帮着我们装卸 因为我们人毕竟不够 所以他们 两天之内我们就完成了 完成了我们的计划 飞越彩虹 好了 同志们 我一直在证明 中国人不是不能 而是不想 我确定要对中国人第一次飞酒 第一次用太极球飞酒 世界很大 但生命的宽度一定是自己走出来的 老老师 这个中国跟非洲的渊源很深 都说这个非洲人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没错 是吧 因为从建国以后呢 中国那个时候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外交问题 这个我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合法席位一直没有得到承认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周恩来总理 毛主席 就等于跟全世界展开外交 特别就是跟我们友好的就是非洲国家 再后来我们加入世贸组织 甚至我们奥运会 其实都跟这个非洲国家的这些支持有关 所以现在包括总书记搞一带一路建设 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到这些非洲国家 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以前有坦赞铁路 那现在呢已经就是能有高铁了 高铁都已经在非洲都已经修通了 所以就是中非两国的这个 就是中国和非洲这两个地区的 别看是远隔千山万水 实际上友谊真的是渊源不长 其实在非洲的华人也是挺多的 对对对 其实在非洲一些国家 我们华人做地方首长 甚至做国家的元首副元首都有 然后还有呢就是一般在当地呢 开企业开的也都很好 而且就是我们在非洲的华人做公益 有的时候做的也是领先的 因为非洲它有医疗的问题啊 对吧 它有教育的问题啊 这些都是全社会 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其实这一切 这一切源于什么呢 一切源于祖国强大了 对 祖国强大祖国富裕了 所以我们在外面的社会地位 就会越来越高 对 确实 我们继续说那个华盛华侨 刚才那个老二说了 全世界有1000多万的华盛华侨 光福建的华侨 就1000 福建的华侨1510多万 遍布在176个国家 对 但是大家知道哪最多吗 东南亚 东南亚最多 80%多就在东南亚 对 是吧 那么接下来这个短片呢 我们就去看一看 东南亚的华盛华侨 来 二代西克莱红来的菲律宾 见识到的第一件宝 就是菲华防守会 1970年 在华人的积极奔走下 第一个华人志愿防火会成立 现在菲华防火会 已发展成为了40个分布在各大城市的分会 拥有1800多辆消防车 还有2万多名经过专业训练的消防员 如今 菲华志愿防火会 已然成为了菲律宾国家消防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当地民众提供24小时的义务服务 上世纪80年代 马尼拉华人区住满了平米 他们看不起病也买不起药 为当时的菲华推拿学会 与西医志愿学会 联合成立了菲华抑诊中心 开始为平米抑诊赠药 至今他们已经服务过60万名病患 华人三宝 在下咱们就看见两宝 这个是咱们之前看见的消风战 对 然后下面的这些人其实都是患者 在菲律宾 在菲律宾看病其实不像咱们在国内看病 咱们说有社会医疗保险 但在菲律宾呢 大多数的这种保险商业保险 你要花钱去购买 而且还不便宜 然后小病呢 你还没法保销 所以大多数的人啊 来选择华人的这第二宝 就是什么免费义诊 三十一年来 包括19年到了是三十二年了 三十二年 都是送一送药 温暖不止 菲律宾华人发起了捐赠农村校舍的慈善活动 这也被称为飞华三宝的第三宝 半个多世纪以来 菲律宾的华人们已经在当地捐献了一万间教室 这就是在薄荷岛的佛罗特 有华人捐赠的地方 这也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华人三宝里的第三宝 对 那整个菲律宾的华人在菲律宾捐赠很多很多 因为这个地方经常在灾海 然后确实也是穷 所以华人为了帮助他们的教育 就在这儿捐赠了学校 那当然为什么来这座学校呢 因为这个就是由三宝家的师先生捐赠的 华人 这家非常地潮湿 然后很多的书本也都非常地潮湿 然后潮湿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碎的大药不过的 不过从前来看 教育条件 我们在同一团 老师在用电脑设施 然后每个小房间都会做 菲律宾的教育里面 真的是应该鼓掌 一万多间教室 其实这个 在菲律宾 在菲律宾的华人 刚才朗老师也说了 有百分之七八十 都在东南亚 然后这些华人 其实刚刚过去的时候 是非常苦的 做的都是最底层的工作 非常艰苦 然后他通过华人 咱们勤劳 靠着自己一步一步地往上走 然后很多 你看皮书销 像上好家 自己已经做到了 全球五百强 对 然后菲律宾为什么 说国家不有消防队吗 为什么能给防火混 对 早期的时间 消防队是收费的 对 而且国家 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灭火 那有能力的华人 和华人组织 就捐助了消防车 然后这是 这已经是延续了几十年的事 当时有一个火场现场 施先生还跟我一起进入到火场现场里 对 然后菲律宾火灾也比较多 因为它毕竟是 房屋木质结构 房屋区稍微多一些 然后电线短路 多数都是这种 然后防火 然后刚才保险也看到了 医疗 中医 其实菲律宾大多数人 都是特别相信中医的 现在是中西医结合 来给大伙看 然后药也是免费的发 然后学校 就更不用说了 几百所学校 在各处都有华人捐动的学校 对 然后不管是防火会 还是疫诊中心 还是这些小学 其实所有服务的民众 都是当地人 当地人 对 不光是这些 所有的华侨在海外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是让大家 来了解中华文明 来了解中华文化 对 这是特别的重要 你就说炒饭 对 然后这炒饭卖得特别好 我们在秘鲁的一个 塞罗多帕斯科 一个严重天污染的地方 就是那个城市一片死地 因为这不开矿 水被污染 土地被污染 什么都没有 就是因为有点矿 然后大家在那儿挖矿 没有一个像样的饭馆 有一个看起来稍微大一点 我们远看 一抬头一看炒饭 徐济酒家 徐济酒家 进去一看生意爆满 就是 就是 南美洲人特别喜欢吃炒饭 真的特别棒 徐济酒家 就是这里面呢 就是从历史上 历朝历代 我们跟东南亚都很紧密 比如在菲律宾 它曾经考古界 发掘过公元三世纪的 中国的瓷器 就等于说 等于商务贸易的流通 是一直都有的 大家知道又有后来的 这个正和下西洋 对 能走若干个国家 那么后来呢 这个晚清的时候 中国是鸡贫鸡弱 南方的 就特别是以福建和广东为主的 这些老百姓 没办法就背井离乡 然后就开始了 那个往这个南洋地区去迁徙 下南洋 其实就是讨生活 最底层的工作 慢慢的 因为中国人有几个 我们核心价值观 对 叫仁义理智信 忠孝廉耻勇 温良功俭让 对 靠这15个字 我们在那立足了 扎根以后 现在你看菲律宾里面的 大量的这些 我们说企业家 大量的这个 有科学家 还有我们这个 当地的这些教育家 医疗家 很多是我们华人出来的 那这些人自己 致富了以后呢 带动身边的华人 共同富裕 跟祖国保持密切的联系 还有一个 就刚才这三宝 最重要的就是它回馈 菲律宾这个社会 我很吃惊我们上好家的老总 能够捐450座小学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 民间交流的这种方式 对 还有这一次全球抗疫 所有的华人组织 又移又组织起来 捐赠物资 口账 然后因为有很多医疗工作者 他们甚至吃不上饭 自己在家做完饭 一做就做100来盒盒饭 一起的往医院里送 相当于是都疫情参车了 对 你们走了那么多国家 遇到了福建人多吗 全世界我遇到的福建 也是最多的 那个特别是我报一个料 就唐人街里面 福建朋友是最多的 没错 对了 在唐人街的超市里 或者餐馆里 你基本上那个闽南话 其实是可以当做英语 差不多交流的 没错 还不仅仅是闽南话 闽南话在福建 只是下张全地区的 对 包括福州话 都是通用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美国 他去美国唐人街 差不多七八年之后 打电话给我 我说你怎么样 英文不错了吧 我说还是不行 为什么 他说我就在唐人街里面生活 所以说你看 他用福州话 就可以当做通用人员来 很多老人 他在唐人街 或者周边地区住 他可以就只会福建化 或者会香港化 他就可以在那边 就可以生存下来 用会英语都行 我印象里特别深的 就是我觉得福建的 这些华侨 都基本上参与着 这个商会的工作 对了 组织能力很强 组织能力非常强 我记得在苏里南 我们当时 对 就是全是咱们的福建 刚才我说的团结 这是福建特有的一个特征 你看 泉州有一个地级是叫实施 中国的服装的集团 对 我曾经主持过实施香港同乡会 那我的天哪 把香港会展中心整个包下来 两年一换进 整个是全世界的同乡会 全部都来 我一看 他们整整像那种大的酒店 包了五家 大巴好像五十多辆 天哪我看到这个规模 我说太可怕 这就是中国人抱团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国人 其实在世界上各个角落 在各个国家各个地区 我们其实中国人 都为当地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 很多地区的人们 还是懂得回报的 是吧 我相信他们一会儿也看到了 很多让我们感动的故事 来 我们看下一段微信 2012年 张鲜宇 梁红 前往马鲁阿土 在马鲁火山进行神将 挑战火山勇言 当晚他们受到 当地土著居民的热情团单 我来看看 说这是很神奇的一种饮料 喝完了以后 我们跟他们心灵上 会离着非常近 最夸张的一件事是 他们拿了一条秋裤 来做过滤 但是真的是盛情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盛情款待 然后我们就一饮而尽 就是有点像喝完酒的感觉 当时我们一看就很嗨 然后跟部落首领就聊天 然后部落首领当时做了一件 特别让我们吃惊的事情 他把他的儿子叫过来 然后指着他的儿子对张宇说 说从今天起 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 然后我的女儿就是你的女儿 然后我的老婆 我们就全愣了 就是你女朋友的姐姐 然后我们就 嗯 这没喝多 这个 我在索马里的首都 摩加迪沙 同年五月 张鑫与和兰红探访 有恐怖制度之称的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这是一个充斥着暴力 狙击火力 恐怖主义和炸弹的地方 在枪支电力 危机四伏的情形下 真实记录索马里现代 你把照相机对着他 他就把枪口对着你 把照相机离开了 要出事了 我们在家走了这么几步 引来无数人的围观 安保人员 这么几个根本就不够用了 在战火纷飞的索马里 他们听到了来自祖国的声音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 保存这么多的影像资料 影音资料 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这是在1996吗 MFC MFC 这些东西怎么在战口中可以保存呢 这太珍贵了 然后他把这点词在一只接线照的一个老师龙龙鸡上 非常好 非常兴奋 肩奏一想我就觉得挺熟悉的 是索马里人在80年代用中文索马里配器配乐录制的 我没想到会听到那个 我没想到会听到那个 我们是兄弟 我觉得他是发肺腑的说的这样一句话 对 就是我得讲一下那是怎么回事 焦这次是当地的部落酋长 因为火山嘛 有很多的外国 国际的探险队会来 然后每次都是告诉他 你把这个事做 你把这个事做 都是命令式的 对 都是命令式的 我们过去 我说我们可不可以这么做 对 我们口气就不一样 然后我们一开始可能就是 源于我们对他们所有人的尊重 我们做每一步都要特别的说得特别清楚 这就是温良恭敬 恭敬让 看看 真的说得特别的清楚 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完全可以直接命令 我说 我说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沟通方式 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做法 然后他说 我陪你们一起在火山上 就是当时在火山上待了一个礼拜 风啊大雨大 全是酸雨 他们就陪我一块扛着 然后我们就做饭 饭里全是火山灰 然后顶上那一层不全是火山灰 我把顶上那一层刮开 我们自己吃 我把底下没有沙子那部分给他 他们都没在 我们就给他们这么成 但是他们两个人都能敢 能感觉到 对对对 心灵相通的 对互相尊重 然后后来就真的变成了家人的感觉 对 然后他自己一大片黑色沙滩 说你见过黑色沙滩 我说没有 全是你的 你能看见的全是你的 好好在哪 那沙滩你下去 捡龙虾 我 我们也算有海外资产了 对啊 海外有房子 对啊 就是然后最后跟我说 说中文的人 都是世界上最好的 我相信 这一点啊真的是历史上就是 大家看郑和下多次西洋 嗯 那是带着这个多少人去 带着多少物资 带着多少财富 去给到我们这个整个 海思沿线的这些国家 但是没有留些一兵一组 就中国人到哪是带和平去的 对 所以这期节目也特别希望 能够打消所有人对中国的这种 在海外的我们策略的这种物件 我们一带一路是什么呢 共商共建共赢 对 我们是共赢 好 那龙老师身边也有很多外国朋友 对 那他们是怎么评价咱们 我先讲我留学的故事吧 因为我是03年到05年 在英国留学 英国 对我知道 我留学的时候很多这个世界各国的老外 我们住在一个公寓里面 大家聊 他们首先都认为有一个误解 说中国人都会功夫 他上来的对我是有防备心的 他总觉得我会打 我说为什么有这种感觉 他说你看我们现在传播出去的电影 那时候就是Chris Lee 对吧 然后Jackie Chen 腾龙 基本上就是腾龙李连杰李小龙 就这几位的这个动作影片传播 那个时候对海外 对中国人了解挺大的 觉得中国人好像是上午 对 好像这个会 后来一了解不是 中国人闻闻而哑 实际上 只是这个动作片的那个传播 他这个影像传播可能更好 这是第一个影像 第二个他们觉得中国人确实是会生活 我在公寓里面做了一个鸡蛋炒西红柿 我只会做那道菜 居然让很多人吃惊 他们觉得中国人太能发明了 怎么会把鸡蛋和西红柿炒在一起 再放一点糖 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味的 然后就有好多国家的人问我鸡蛋西红柿怎么做 我说这实在太简单了 但他们觉得这是个发明 对中国人聪明啊 英国没什么吃的 都是一年多啊 只有Fish and chips还餐 对对对 只有鱼和炸薯条还好一点 其他就没有什么 那大土豆 而且大土豆球或者羊油 对那是那个苏格兰那边那个 对对对 吃的那东西 他说不敢去吃中餐 中餐是最贵的食物在那边 吃不起 只要不在中国 中餐都是最贵的 对啊 我们在南美 在南美曾经那一顿饭 我们吃了一个兰州牛肉面 一个就是星级餐厅 就是那种还有表演 那种感觉 啪 拉面 像魔术一样 一转 然后再来一转 其实那些场面 但是在那儿就已经知道 当时应该是九十多雷 一雷喝多少钱我也忘了 反正那一顿饭 我们十来个人小一万块钱 我天哪 那就是 一千块钱一碗面 但是你知道就是 我们只要请我们的国外的朋友 说 哎 请你们吃顿中餐 他们都特别开心 说哎呀 这是吃大餐啊 这是好吃的了 当然 塞拉里昂总统召见我们 我们在塞拉里昂有个朋友 对 吃吃华业 嗯 然后开饭馆 我说能不能在咱那儿来 他说总统做价吗 我说是啊 那总统就爱吃我做价 哈哈哈哈 所以说 除了这个美食还有什么呢 就他们对中国的工艺品 也感兴趣的 因为我是有时候有外事啊 等等这些纪录片的交流啊 我会只要出国的机会 我会就准备一些咱们的那个小礼品 比如小景泰兰的花瓶 景泰兰的小手镯 啊 或者些什么别的 类似这种呢 熊猫的一些贴片 建斩 对 类似说 还有丝巾 这些杭州丝巾也不贵 几十块钱一条 但拿出去送给他们 基本上当场带什么 对 当场就给自己女朋友 或者怎么样 第二天就已经见了 他已经武装上了 就对Made in China 他们是有很好的印象 不像过去说有时候 有些残次品劣质的印象 没有了 现在对中国制造都觉得好 而且就是特别自豪的一点就是 比如你走在现在西班牙街头 你走在法国街头 你会看到那个 那个烧拼帽 巨幅的广告中有一个华为 真的是 那也是中国骄傲 对 真的太牛了 说索马里吧 这个当时龙老师都认为 你们被武装分子包围了 索马里其实是最早跟中国建交的 非洲国家之一 对 对 然后你看索马里 就是他们的供水系统 自来水 中国人修的 现在就是他们当地的话 索马里语叫水泵 都是叫China 对 都是叫中国 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医院 然后去他们的一些什么 就是当时中国远见的那些 建筑里面 我就感觉就是我小时候家里就是 那个陈设 对 那个一样一样的 墙啊 这么高 你得刷绿漆 上不是白的 对 上面是绿漆的 他们到现在都是那样的 我策划一个电视台 走一带一路的那个片子 然后就有看到 我们那个 比如在埃塞俄比亚建的那个高铁 完全跟咱们那个高铁 是完全一致的 而且连培训 连那个票 连他们那个 连铁警 这个姿势都是一样的 姿势完全都是一样的 他们就一直在学 然后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建这个高铁的这个周边 帮他们打了很多眼井 解决吃水的问题 对 其实这不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主要是修高铁去的 但是发现能为当地做一点 马上就做 包括他们那边的部队 他们学的那个队列 都是咱们国家的 没错 坦桑那样解放军嘛 对啊 完全走的正步 齐步走是一模一样的 喊的口号 都是耶 啊 耶 耶 就是这种喊的 因为教练 一看山东的教练过去 对 都是这么喊的 所以说真的是 就是从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细节上 其实都融合在了一起 钢桑里面 我看到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实用过 你知道当时我们听到 那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 真的就是鸡皮疙瘩都响 我得说鸡皮疙瘩 你是在当面听到都会 我看着听到就会 我得说一下背景 啊 当年是那个年份啊 还稍微有点乱 我们当时坐在院子里 看欧冠 嗯 然后外面突突突突突 我们酒店被那门上 我们后来数啊 酒店门上 八十多个孔 我写了 就在那种环境下 就是我们 我们所有人是 不相信周围的任何人 然后就是对这老爷子 当时去那是 索马里国家电视台 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乱 这些资料还保存着 这特别珍贵 他说 哎 你是中国人 七十多岁了老爷子 就这样高兴呢 对 手就这样 就中国人 然后他也给我们拥抱 然后走我给你们拿点东西 到那儿就拿出了那卷露音带 这可以想象到 他把这个视作是多么珍贵的 珍贵的 对 在那么战火纷飞的时候 命都保不了 对啊 他们把这个影像资料留下 第二台还存着这些资料 对 然后当时往那个磁带机上一绕 那个年月 咱们这儿早就不用这种磁带机 大家一绕磁头 绕过来之后一拨 哎呀 我们俩当时确实热泪盈眶 然后对周围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选择无条件的信任 这都是老一辈 为咱们种下的果 对 没错 它们种下的种子 现在已经长成大树了 大树了 对不对 哎 真的太好了 龙老师 中国政府在国际援助方面 所做的贡献和意义 跟我们聊一聊 这就太大了 那现在 比如第一个 我们每年在联合国这个组织下 我们会派这个维和士兵 对 对吧 大量以这种工程士兵为主 最多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这些 能够承担一些世界公共责任的 我们都在发挥着力量 比如这次抗议 你看抗议 为什么那个新闻联博里边报 就是这些意大利的国家 西班牙的国家 街头上 这些市民哪怕就出不去 封闭在家里 还要唱中国的国歌 甚至还有这个 意大利的音乐家 创造我们这个中文歌曲 来共同抗议这样的歌 我觉得这个都反映出 就是大家 就是全世界对中国人的一种感恩 感激 因为我们把这个抗议的经验啊 迅速我们就以这种 影像传播的方式 以这种食物这个捐赠的方式 还有我们直接派助医生的方式 就直接给各个国家提供了一条 抗议的一些通路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些贡献 那么华人华侨在新时代 怎么处理好与国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首先呢 华人华侨爱自己所居住的国家 这个无可厚非 对 但第二点呢 我认为大部分的华人华侨 他们更爱祖国 我一直有这种感觉 因为历史上我们也有这种传承 大家知道中华文明典型的 你比如说这个抗战时期 华人华侨捐了多少飞机 捐了多少这个物资 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们 直接就做飞行员 就牺牲在这个祖国 是吧 那这些你就能看出来 就到了国家有难 到了国家需要它的时候 华人华侨是义无反顾的 投向祖国 那到今天也依然没有改变 所以这个大家会在新闻联播能看到 就是总书记 现在在走一带一路 我们在一带一路的这种倡议下 越来越多的国家就是跟中国 开始有无论是商贸啊 无论是这种民间的这种交往 还是文化交往会越来越多 而且就每一次 你看我们只要中国人走到哪 那华人华侨都是自发的出来 欢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啊 包括在唐人街里面的各种庆祝活动 你都能看出来 就是华人华侨其实是我们中华文明 和世界文明的一个连接的重要纽带 有了这个纽带呢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 嗯 好了 今天聊得特别开心啊 回到我们的节目 任老师怎么看 我个人感受是这样 就我基本上这十年嘛 我是见证了二位的这个整个的成长史 对 和整个两位的这种影像传播史 最初呢 其实就是个片段记录 对 那其实可能连微电影都算不上 对对对对 但是后来呢有几个摄影师来拍 就变成了一个微电影 甚至带有点Vlog性质的 有自拍性质的 嗯 再后来呢慢慢变成纪录片了 纪录片又升级成 我觉得不能叫真人秀 实际上是两个人的真实记录的影像史 对 或者叫两个人的叫探险节目 探险不是冒险 探险不是冒险 而且探险是为了发现世界文明 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差异性 对对 而且你越探险你越发现那几个 就分孝通先生留下来 现在总书记也在说的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就通过一档探险节目 我们带来的这种价值 因为全世界都认为 中国是好像特别是当代中国 中国是没有探险家的 没有冒险家的 探险和冒险那是欧洲人的事 所以你看冬奥项目 好像那些大规环 翻啊转啊 极限运动好像都是国外行 不 我们中国人行 所以希望二位老师 能够把旅行中的这种探险精神 冒险精神 能够让每一个中国人受到感染 大家都去勇于挑战自我 发现自我 好 这次是真的感谢 龙老师的总结发言 节目到此结束啊 再见 是不是想总结真词了 还没上菜 对 还没上菜 盖子怎么样 水晶鱼丸好了吗 好了 来 上菜 试试一下我们福建侨胞都特别想念的家乡的味道 水晶鱼丸 这个长得好好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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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